好 另外看到這一名男子的行徑 還真是讓人看傻眼 是發生在昨天晚上九點多 一名男子呢 他居然是在瑞芳火車站 噴灑滅火器 就趁著白色煙霧瀰漫之際 他立刻落跑 所以這名男子被警方逮捕了 他變成說是和人發生衝突 為了要逃跑 才會拿滅火器噴灑地下道 藉此來頓逃 身穿黑衣的男子人走下樓梯 突然一陣白色煙霧瀰漫 隨後人就消失在白屋裡 畫面似曾相識 千萬別以為這煙燉場景 只出現在影像世界裡 重回事發地點 就在瑞芳火車站的地下道階梯上 還留有不少白色粉末 證明事件真的發生過 而且現場並沒有看到男子踪影 這下真的怪了 現實世界真的出現煙燉了嗎 換個鏡頭看 原來有名男子手裡拿著滅火器 在地下道裡到處亂噴 之後人就消失了 畢竟火車站地下道 平日可是有不少民眾往來 擔心發生意外 清潔人員也趕緊進行後續清理工作 而警方透過監視器追查 也逮捕了一名男子 說是先前與人發生衝突 想要落跑 恐怕也是電影看多了 才會拿著滅火器 想要學忍者煙燉 記者黃毅杰新北市報導